Naysay Lamech是椰浆饭吗? 马来美食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辣死你妈! 马来西亚人一定知道的美食 主要的材料是椰浆和米饭一起配搭 姜鱼仔、香兰叶、三巴辣椒、干帮鱼、炒花生、鸡蛋、炸鸡、牛肉、羊肉等等 它是马来西亚具有代表性的街头美食 多年前,马来西亚著名艺人王明志曾制作《辣死你妈》这部电影 票房破马币700万的票房记录 创下马来西亚本地中文电影最高票房记录 从此之后,《辣死你妈》就在本地风靡一时 坐落于槟城、阿依旦巴沙的一滩马来同胞所经营的《辣死你妈》 我今天就带大家过去看一看 到底它的《辣死你妈》味道如何 这档马来饭就坐落于阿依旦巴萨路边的一个小档口 走,我就走过去看一看 终于来到这档口,前面有两个人正在排着队 档口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的食物确实很多哦 很快就轮到我了 过了这个帅哥就到我了 这位马来同胞老板 很专心地为这位帅哥服务 这是普通饭,还是油饭,老板说是普通饭 给我一个鸡腿肉,给我那个有黄瓜的,把那个菜叫什么呢 老板说,这菜肴叫做Colabiu,还有老板可以给我豆干吗 老板说没问题,老板这边几点开始营业的 老板说,我们下午四点就开始了 好的老板,我要的就这么多 可以加一点咖喱汁给我吗 由于这边的马大声非常大声 所以我们讲话也跟着声量要非常大 又打包多一包 老板有羊肉吗 老板说,今天没有羊肉 刚才这多少钱啊 老板说,那一包是八块钱,有茄子吗 老板说对不起,今天没有茄子 还有很多选择,我就选了羊角豆吧 老板,我想吃一点肉,不要太硬的 老板说,不然选吃鱼肉或是咖喱鸡吧 好吧,我就拿咖喱鸡 哇塞,这咖喱鸡又大之又美 老板,这咖喱鸡一只多少钱 老板说,一至六块半 我戏弄他说,一块钱是吗 然后老板就笑了 马来美食就是讲究他的香料 还有咖喱汁 一般上我们吃的饭都会淋上咖喱汁 这样才是真正的传统马来美食呢 老板,这些美食是你妈妈煮的吗 老板说是我自己煮的 哇塞,老板你真的是非常棒啊 好吧,我打包两包就回去吃了 老板你叫什么名字 老板说他的名字叫Roy 好吧,老板说总共是十六块半 非常经济实惠,谢谢老板 好,这个羊脚豆,有鸡肉 他的这个马来人卖的 Nasalamat,还有印度人卖的Nasalamat 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他香料啊 他放的香料是不一样 所以你吃了,不一样的 好,没事 好,没事